再向苦路行 受苦劫 灵修 默想 第37日 她们中最好的 约翰福音20章11-18节 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不常受到公平对待 但她们在耶稣受死和复活的记载中 担当重要角色 她们从加利利跟随耶稣上耶路撒冷 服侍她 马太福音27章55节 马可福音15章41节 而且没有离弃她 等耶稣被钉十字架 她们虽不能走近 但人远远地观看 马可福音15章40节 我们从妇女的信心与监意中学到什么 为何妇女成为神的大军和大使 第一 坚持到底 Be poised to persist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 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 天使对她说 妇人 你为什么哭 她说 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约翰福音20章11至13节 摩达拉的玛利亚在圣经中是哭泣者的典范 共有四处经文提到她哭 20章11节出现两次 13节 15节 动词哭指讨好大哭 而不是啜泣 玛利亚有哭泣的理由 主耶稣的尸首不见了 不知道谁把她挪了去 20章15节 彼得和约翰当时不在现场 玛利亚没有如彼得约翰般进入坟墓 20章6节 8节 只站在坟墓外 低头往里面看 20章11节 她必须自行想办法应付这情况 她不能够守足无措 她不明白为何男人这么不可靠 之前离弃主而逃走 玛塔福音26章56节 玛可福音14章50节 现在又躲起来 留下她孤身一人 在耶稣受死和复活的记载中 只有两个人说我不知道 一个是摩大拉的玛利亚 约翰福音20章13节 另一个是彼得 玛塔福音26章70节 不同之处在于 彼得的我不知道 表现他的恐惧和迷惑 玛利亚的我不知道 则表现他的沮丧和泄气 第二 准备说服 be prepared to persuade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问他说 妇人 为什么哭 你找谁呢 玛利亚以为是看缘的 就对他说 先生 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便去娶他 约翰福音20章14至15节 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问题 20章15节 与第一个问题 20章13节 在几方面不同 首先 这是耶稣提出的 不是天使提出的 其次 第二个问题 加上 你找谁呢 20章15节 第三 玛利亚这次回答得更坚定 玛利亚有力地说 请告诉我 20章15节 尸体不会无缘无故消失 士兵离开了 而三个男人 耶稣和两个天使 相继出现 绝非偶然 所以他们不可能凭空冒出来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没有做 玛利亚起初以为 耶稣是看缘的 20章15节 却没有轻视他 人称呼他 先生 Curios 这个字等同 耶稣在13节的称号 主 玛利亚说 我便去娶他 20章15节 令人震惊 他现在变成坚定而强壮的女人 不再是下呆悲惨的女人 由于身边没有其他人 他不得不献出自己的力量 尽管他根本不可能独自搬动一个成年男子的身体 更别说搬运尸体 有多可怕 第三 热情宣告 Be passionate to proclaim 耶稣说 玛利亚 玛利亚就转过来 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伯尼 拉伯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耶稣说 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伸上去 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我要伸上去 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摩达拉的玛利亚 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 告诉他们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六至十八节 耶稣对玛利亚说 不要摸我 二十章十七节 与超自然因素无关 因为耶稣不久 就请多玛摸他 二十章二十七节 耶稣禁止玛利亚摸他 原因有三 首先 玛利亚这举动 是要试验耶稣 但他已经呼唤玛利亚的名字 二十章十六节 其次 他禁止玛利亚抱着他的脚 不让他离开 玛太福音二十八章八至九节 第三 现在是道别的时候 不是团聚 叙旧的时间 因为耶稣 要把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交给玛利亚去做 接下来两个其实语气动词 往 去 和 告诉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 比前一个动词 不要摸 更重要 为何摩大拉的玛利亚 和其他妇女 而不是男人 或赋予传讲复活信息的任务 只因他们也是神的同工 并更善于沟通 虽然使徒不相信妇女的话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一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 但他们没有恼怒 或者感到委屈 没有失去热情 继续向使徒传讲 以至 以马五四路上的两个门徒说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 说看见了天使显现 说她活了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临思默想 初期门徒 无论男女 同样被复活的基督改变 由胆怯变成无畏 由焦躁变得忠诚 他们的见证 由除劳无功 变成结实累累 我们有没有给女性 适当的空间 尊重并认可她们的能力 服侍和成就 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有没有给我们勇气和力量 来顺服她 为她受苦 作者 叶浮成 莫瑞英